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 今天7月1號上週10點半, 大陸的江西省貴溪市的江西乾泰新材料有限公司 發生了一個爆炸, 根據了解這個事發原因就是這些藉油著火 引發火災的目前消防隊正在進行救援, 而這個影片在央視上也有發出黑雲密暴, 而且是疑似有發生爆炸現場好大演, 消防員亦到了現場。 根據當地管理局工作人員說, 他們已經接到火災報告, 接到的報告不是爆炸, 是火災涉及化學品、消防、應急環保等物品, 而事故現場的人員已經安全撤離, 沒有人員傷亡。 具體情況以官方通報為準, 幸好人員已經安全撤離,沒有傷亡。 因為看到的影片圖片其實都燒到幾恐怖的, 是車看過去, 即是你就這樣看過去, 你前面什麼都看不到的, 整間廠的濃煙都好厲害的, 這些煙吸入了其實都已經是會好不舒服的了。 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? 下面留言啦, 我們下集再見啦, 拜拜!